街上集,赵明明一前一后带着俩孩子,朝着长家村出发,还带了不少大包小包的礼品,年糕捧着小脸,思来想去,还是跟灵妓开口了。 灵妓! 干啥? 你是个看热闹的人,不是媒婆,我才是媒婆,知道不。 你是不是不想分钱给我? 只有媒婆才能领到钱,你又不是媒婆,你凭啥要跟我分钱啊? 我陪你去长家村了。 哎呀呀呀,你那是陪我去长家村嘛,那根本就是我骑车托你去长家村嘛。 那我也陪你去了呀,再说了,又不是我不愿意带着你,我那是不会骑车? 你不会骑车你还光荣啊,早知道我就带情妇贵去了,情妇贵还能跟我轮着骑车呢。 情妇贵去了也不行,情妇贵是会骑车,但她又不敢带人。 哼,我不管,反正我才是媒婆,我是不会给你分媒婆钱的。 赵明明骑着车,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,她对这俩孩子时不时半价炒嘴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。 反正,每次炒大价年糕生气了,灵机都会想法子赔礼道歉。 对于灵机这隐形熊孩子来说,她要是不跟年糕好了,她人老是不惹祸了,只会让赵明明觉得,这孩子全身上下透露着一种无声趣的感觉,一点小孩子的活力都没有。 总之,相比灵机老实下来,当没有情绪的乖小孩,赵明明觉得,还是让灵机精神奕奕地怂恿小胖鸭当导弹虫更好。 最起码在赵明明看来是这样的,自行车在路上一直行驶着,年糕和灵机时不时伴着嘴,两人中间还隔着赵明明,也看不到对方的脸,就听到俩小孩时不时哗啦叫一声。 当然哗啦叫的肯定是年糕,灵机在后面倒是语气平稳,但一句接着一句跟年糕反驳,一句都不让,两人吵了一路可算到了长家村。 赵明明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门口。 小赵啊,快进来坐,别客气啊。 对啊,别站着呀,快点进来坐。 那打扰了。 这趟过来,赵明明就是为了跟长家商量婚期的,灵家那头给赵明明打了电话,同意把家里的房子腾出一间,让他和新婚妻子住,同时也方便照顾灵机。 赵明明也对长家传达了父亲那边的意思,说了结婚后生活问题,双方定下了婚期,并把彩礼钱给了。 接下来就是嫦娥代嫁的日子,一切谈好后,孩子回去了。 年糕,你说咱俩好不好? 当然好啦,我都是你没人了,咱俩还能不好吗? 那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? 啥是你说呗? 你知道,结婚是要买喜糖的不? 赵明明哥哥,你是想让我帮你买喜糖吗? 嗯嗯,我是想让你帮我买点品质好,价格便宜的喜糖,行不? 赵明明觉得年糕那讨价还价的本事,她绝对比不过,她自己去买喜糖,肯定不如年糕去买喜糖便宜。 那还能不行吗?那必须行啊,赵明明哥哥结婚的喜糖,我铁定不能赚钱的,买多少就给赵明明哥哥算多少,成不? 没问题,那我就提前谢谢年糕了。 谢啥?咱不都是一家人吗?我跟年初夏还有秦富贵仨人,都拿你当亲哥了,你咋还跟我们这么生分呢? 赵明明很是欣慰,骑车更卖力了,丁秀得知赵明明已经跟人家姑娘订下婚期,就问赵明明新房准备咋样了,结果赵明明一问三不知,丁秀也急了。 明明啊,你这婚期很近了,你咋啥都不知道啊,你不会以为你到时候把新娘子带回家,大家一起吃顿饭就行了吧? 啊,那结婚不都这样吗? 结婚哪有这么简单啊,你这喜糖得提前准备吧,酒席得提前预定厨子吧,你跟人约好了,到日子人家才能去帮你做饭做菜,你家里得挂红灯,贴彩纸吧,这新房的红蜡烛你得买吧,这里里外外得收拾吧。 丁秀也说,发现赵明明的眼神越迷茫,她一想也是。 这年轻大小伙子,哪知道结婚要干啥啊? 对了,你跟你对象家里咋谈的,这家具,电器啥的,有提过吗? 是,我掏了彩礼后,这些我暂时都买不了,我对象他们家人知道我情况,都没提。 那你这对象一家还挺好的勒,特别体谅你,现在年轻人结婚,这些东西不能少,明明啊,你以后可千万对你对象好点,是好人家交出来的好姑娘。 看着赵明明啥都不懂的模样,丁秀又开口了。 明明,你要是信得过沈,沈帮你打理吧,你要这么下去,新娘子来了一看,啥都没准备,叫人家心里咋想呢? 喜糖已经有人帮我准备了,红蜡烛和材质啥的,也有人帮我一起买了。 行,买东西你们自己买,要买啥沈提醒你,免得到时候有遗漏,叫人家姑娘不高兴,大件不买,小件可不能省了。 丁秀说干就干,当天下午就带了同村的几个妇女去了邻居家,先是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,然后重点把赵明明当新房的那间屋子做了个大扫除。 吃饭的时候,赵明明说,家里的大花呗是丁秀带人帮忙缝的,年糕当时就震惊了。 妈妈啥时候缝了被子,她不是帮忙打扫房子了吗? 沈没跟你们说嘛,她这两天一直在帮忙呢。 一听这话,年糕顿时感觉不妙,晚上回到家,年糕心情沉重,看得丁秀十分纳闷。 年糕你干啥呢?你是不是有事要跟妈妈说啊? 妈妈,你是不是想分我的媒婆钱啊? 啊? 妈妈,那是我第一回当媒婆,你咋能跟我抢生意呢? 咱俩不是好吗?咱俩不是一家人吗?咱俩都要当赵明明哥哥的媒人,这不是很伤感情吗? 嘿嘿,没想到小丫头竟然那么贪财,我得想法子逗逗她才行。 年糕,那你不是说亲兄弟都得明算账吗?咱母女俩是不是也得把账算清楚才行啊? 妈妈,赵明明哥哥的对象是我介绍的, 只有介绍对象的人才能当媒人,是不?你跟我抢生意,那我多伤心啊? 丁秀一见小闺女委屈的表情,赶紧说。 哎呀,年糕,妈妈骗你的,妈妈可没跟你抢生意,我们年糕是媒婆,大家都知道。 妈妈这不是跟年糕抢媒婆生意,妈妈这是帮忙,你看咱村其他人家结婚,是不是大家伙都会上去帮忙啊? 年糕抓了抓小脑袋。 真的吗? 嗯,赵明明哥哥让妈妈帮他卖鱼,妈妈现在一个月能赚三十块钱呢,你赵明明哥哥需要用人的时候,那妈妈不得要帮忙啊。 哎呀,是我弄错了,我就说妈妈才不会跟我抢生意呢,是我多心了,我跟妈妈陪不试。 呵呵,妈妈又不会跟年糕生气,为啥要跟妈妈陪不试啊?我们年糕咋这么厉害呢,这么小一点都能当媒婆了。 嘻嘻,妈妈不是说当媒婆能赚钱吗,那我不得赚钱呀。 丁秀笑着点头。 嗯,只有能干的小孩才能当媒婆,我们家年糕最能干了。